來,各位夥伴,我們又回到電腦前面了喔 那個阿遠實在是太忙忙忙到已經不曉得怎麼講了喔 所以呢,這次的影片分四個單元來錄 現在各位看到是1月20號禮拜六晚上八點半 好,來,那個我們來看 這邊呢,介紹酸解值這地方非常重要 未來他不會直接考 但是呢,他會考後續的東西 我這樣說好了 我們上大學的時候,我們要上微積分 那他各位會問一個問題 微積分那會不會考二次方程式的解法 會不會考那個一元三次方程式的解法 會不會考連立方程式 會不會考矩陣入門 會不會考分數運算這種小學的東西 他不講,因為你來到微積分他認為你前面都會了 好,相同的情況呢,我們在後續讀到 不管各位從事營養品研發 他還是食品的研發或者生產或者品寶 這些觀念已經基礎到不能再基礎了 所以我會把它弄成幾個議題 跟我們的題目來結合 好,話不多說 所以這時候我們會說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 然後呢,你可以做一個箭頭 然後pH等於4 這個我可以接受 這個也可以接受 或者說你會寫pH 等於-1 乘上 Log 0.0001 Moder M不寫 這樣子也可以 -1乘上這個 或直接他看到-4 對不對 就把-4抓走了 就變成pH4 這樣子OK 好,第二題POH 這裡我給個提示就是 pH加pOH等於14 那 也就是說 這個式子 pH加pOH等於14 這時候pH值是多少呢? 4加上pO pH是小血 不用血體 OH大血 等於10 搞定 好,這樣子OK嗎? 所以這個的話 提示已經提示很多了齁 阿遠考試不是要為難大家 也不是要刁難喔 也不是要去羞辱學生喔 是我們要把事情完成 完成之後 基礎有了 我們後續講一些議題 才比較好講 才比較好講喔 好,來這邊 再來 這題就有一點點難度喔 因為它牽涉到那個分數的運算 25度基下 氫離子的濃度等於4.5乘上10的-5次方 請問氫氧跟離子的濃度是多少? 好,那我故意把兩題算出來的時候 不是第一題 答案拿到第二題喔 是兩題獨立計算 來,第一題 第一題 好,來 我們說一個公式就是 氫離子乘上氫氧跟離子 等於10的-14次方 等於kw 好,來 也就是說 我直接寫喔 來 氫離子的濃度 乘上 我用打一個點好了 來 氫氧跟離子的濃度 等於10的-14次方 這邊是多少 這邊是4.5 乘上10的-5次方 好,OK 那這是 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這一塊喔 OH正就是這一塊喔 那接下來呢 OH負的濃度 就是把它移向 左手邊除掉這一個 右手邊變成分母除掉 好,來 那也就是說 OH負的濃度 就等於10的-14次方 到4.5 乘上10的-5次方 那幾個同學很可惜 在這個地方算的時候 有一點點的錯誤喔 那剛好 我們家寶貝孩子現在小學五年級 也在教他這種分數的運算 我們說一個借位 借位呢 就是這樣子 好,這樣子可以接受嗎? 也就是說 我先這邊 我管你的 我先分母的地方 先借一個10 因為這個10呢 除以4.5才會變成 1以上的整數喔 不然這邊不能4.5分之1 就變成小數喔 不適合科學運算 好,那這邊呢 插掉好了 有點難看喔 乘上 這邊本來是10的-14對不對 那因為我借一個10出去了 分子 我們只談分子喔 還沒談分母喔 這邊就變-15 所以呢 10的-14把它拆解成10 乘上10的-15 那逆過來 10的-15乘上10 會得到10的-14次方 這個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教你幫你幫大家 負起這個運算喔 來,那下面是多少 下面是10的-5次方 7的-5次方 好,那這一題的話呢 這一題比較 運算上有困難讓我知道喔 讓我知道喔 來這邊 這個東西你用手算 這個部分手算的話 大概是2點多 2點 2 好來 乘上 來這邊 這邊-15次方 這邊-5次方 底消掉了-5 所以 樓上分母不寫喔 分子剩下10的-10次方 這就是答案 所以第一題的答案 OH 濃度 2.22 取消數第一點就是 2.2 乘上 10 的 負 5 四方 molar OK 結束囉 來 第二題 不好意思 手寫板歪了喔 手寫下來就歪掉了 來 第二題 其實 pH 值是多少 那 pH 值 我們說 pH 值就是等於什麼 來 pH pH 值輕離子能容度趨 log 乘上負 1 OK 也就是說 pH 值 等於 負 1 乘上 log 4.5 乘上 10 的 負 5 次方 好 那這邊我用重括號刮起來 好 最後再來處理 好 那我們在裡面我們有個公式喔 log 裡面相乘 外面相加 也就是說 我這邊把它 變成 log 4.5 加上 log log 10 的 負 5 不好意思 手寫板解析度不夠 唉唷 算了 我自醜就不要牽托別人喔 好 這樣子 OK嗎 好 這樣子的時候呢 來 那我們說 log 4.5 是多少 log 4.5 的 0.653 這個我已經給各位了喔 0.653 這串呢 log 10 的負 5 次方 就是等於 次方抓下來負 5 好 這邊有個負 1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來 那我們繼續喔 繼續寫喔 等於負 1 乘上 中括號 負 5 加上 0.653 所以這一塊就等於 4.346 來 負的喔 負 4.346 多多多多多多 好 來 那這邊負的這邊負的相乘之後呢 就會等於 4.346 取小數一位的話 就是 4.3 ph 值 就是 4.3 OK 搞定囉 有問題的話可以再看重播 好 好 第三題 他說 在25度C下 OH濃度是7.5乘的10-2次方 請問 氫氧跟靈 氫離子 喔 這是氫氧跟靈子 我剛才唸錯了 抱歉 氫離子濃度是多少 那 一樣的 濃氧的公司是這條 氫乘上OH等於10-14次方 單位我們先不講 那 也就是說 我直接寫了齁 氫離子乘上 7.5 乘上10-2次方 等於10-14 好 這時候呢 氫離子 就等於 就等於 好 一樣 再分點上 上眼 拆開戲碼 好 OK 那現在喔 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邊呢 我 要把它變成 10 變成10 這邊就變成-15 好 這樣子 OK 所以 把拆成兩塊 10除以7.5 這塊是10-15次方 除了10-12次方 -15-12 消掉之後 樓上剩下-13 那 我們這邊 你據電腦 時候算出來 這一塊會等於 1.3333 好 就大概 大概小數點取一位 那就把它寫成1.3 乘上10-13次方 more more你可以寫成mol除上公升 molar 大m的意思 跟這個是一樣的 那這個有點困擾 因為你用那個 分子量也是用大m 這個地方有點那個喔 好 來 第二小題 請問 pH值是多少 好 那pH值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 我給你的地方 欸 江老師給log7.5 是OH的 但是他沒有給H喔 他沒有給 題目裡面沒有給你log1.3喔 所以呢 你必須先除先取這一塊 好 所以先取這一塊 來我們先算pOH pOH就等於-1log 7.5乘以10的-2 好 好 把拆解開來 喔呦 糟糕 糟糕 好嘞 好嘞 那這塊 那這塊加起來呢 就等於 就等於 對 對不起喔 這塊就等於- 我看一下我的筆記喔 負- 現在乘上個-1之後呢 pOH h 等於1.125 好 那假設說 我們先不要取小數點了 我們先不要取小數點了 先大概是-1.125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說pH 加pOH 等於14 好 這時候呢 這邊 14-1.125的話 所以pH值會等於12.875 如果取小數一位呢 就等於12.9 好 這樣子OK嗎 好 再來 第四題 25度C下pH等於12 請問OH的濃度是多少 那一樣我們說 這個算法很多 看你要哪個都可以 我會比較喜歡用pH 加pOH 等於14 今天既然告訴你pH值值是12 這時候呢pOH值新算12移過來 pOH 會等於2 好 那2的時候呢 就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OH負的濃度 等於10的負2次方 就這樣子 好 所以呢 這題不算難了齁 就是說 鼓勵大家一定一定蹲 蹲馬步 把功夫練好 把一些事情 把一些事情 學好 基礎弄好 好 那 弄好之後呢 後續你再讀一些資料 就可以把這些觀念有了 那像我上次其實我 我跟各位講齁 我買了一包 統一肉燥米粉 輕食 他說一包米粉大概240大卡 像我常租一泡麵的 我就知道 一包泡麵大概400到500大卡 一般型的 不講那種 裡面還有牛肉包的 大概500多大卡 那個不講齁 你要知道說 你要算大卡 算熱量的時候 各位 未來課程會學到 會從哪邊 從他的澱粉 從那邊什麼什麼 那是用算的 另外一種是用化驗的 花個幾千塊 請人化驗 他幫你算出來 這產品的那個 熱量是多少 直接算出來 直接用推算的 不是推算 直接用化驗的 那又是另外一個世界 所以你有這些基礎之後 人家講什麼 你才會懂 那老闆交代任務給你 或者你自己創業 你才不會被人家框了 才不會被人家框了 好 來我們切換一個檔案 我們換到下一個地方